中央社台北三日电中国官方最近出炉新版非洲猪瘟疫情应急方案,对发生疫情的养殖场在解除封锁过程中已入哨宾珠监测措施,借此将解除封锁时间缩短至30天,解除封锁后的空蓝期由6个月缩减为45天。 新华社两日报道,中国农业农村部最近出炉飞。周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版。 新方案改善了解除封锁的条件,对发生疫情的养殖场,在解除封锁过程中已入哨宾珠健康没有失。 打疫苗的珠,专门负责测试病毒,透过采取哨宾珠监测措施,将解除封锁时间缩短为30天。 至于未采取哨宾珠监测措施的养殖场,解除封锁时间仍为42天。 新方案并调整了养殖场解除封锁后的空蓝时间。 解除封锁后,对一点和一区硬扑杀范围内,需继续饲养生猪的养殖场后,引入哨宾珠。 进行临床观察,饲养45天后,临床无异常且实验室检测为阴性的才可以补兰。 空蓝时间由原应急预案规定的6个月缩短为45天。 农业农村部序幕受医局官员说,新方案的内容调整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,分别是明确。 疫情的确诊和报告程序,细化疫情的分级标准,调整应急处置措施及强化技术要求。 新方案根据疫情的流行情况,危害程度以及发展趋势,细化了原来的疫情分级标准,由三级调整为四级,分别是,特别重大,重大。 较大和一般,并规定了相应措施,严格限制生猪产品由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调运,对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实施差异化管理。 中国大陆去年8月出现非洲猪瘟例子以来,疫情来势汹汹,聚农业农村。 不,截至1月20日,31个省市区中已有25个省市区发生疫情。 编辑,周慧盈,宅思佳10800203。